所以Lucy 你看看有什麼問題問 原發問題就是民進黨為什麼輸得這麼厲害 當然是對人民不好 你對人民如果是好的話 人家怎麼會不選你呢? 就是它那裡輕視了 做得不夠好 這個是這麼簡單的 民主的問題就是你對它好 人家就選你 你對它不好就不選你 就是你沒有按照人民的意志來做事 可能在民生那方面 很多方面它就做得不夠 就變成那些選民就唾棄你 實際上是這樣的 沒其他原因的 跟大陸一些關係 沒這次這樣的選舉 它是地方選舉而已 很明顯就是地方的選舉做得不夠好 就是對人民做得不夠好 人民就不選你 選舉的覺得有能力 會對它們更好 這個和親不親共 我覺得不是主題 但它們怕兩岸關係會不會有... 每個人都怕 怕就好事了 那你自己要做出它 民進黨那些人已經做出它 希望下次選舉那裡就可以回來 如果你只是怕有什麼用呢? 你不可以說怕 那就不選啊 那就不對啊 這個選是好事來的 雖然民進黨輸了 但是就是給了一個好教訓他們 給了一個好的啟示他們 喏 你如果不好的話 你就吐 不但你吐 將來共產黨也會進來 這個就是一種警告來的嘛 不是壞事來的 選舉是一個很老實的東西來的 除非它選舉那裡出述 但是沒有嘛 這次選舉應該是很乾淨 當然還有一些黑金那些 但是那些是動不了大局的 如果輸成這樣的話 就是說它民進黨做得不好 不是 未必是外交的 因為一般的人民 就是對他們自己的生活 對周圍 他們自己的區裡面的環境很重視的 就未必是因為是對付大陸 對付大陸現在蔡英文是豪德芬的 就是基本上 現在台灣來講 對那個民進黨怎樣和大陸之間 那個所謂國防那方面 是應該 應該 我就不是研究台灣的專家來的 我就覺得應該不是問題 應該是地方的問題 那這個 會不會令中共這個選情 這麼多民進黨大敗呢? 會不會呈虛而入? 還有這個選情也會不會顯示到 有些台灣民進都挺堅決打仗的 覺得民進黨作為人可能中 怎麼說兩個開戰的機路比較大 我覺得跟亞洲是無關的 我覺得整個台灣來講 對中共還是比較一致的 就是反共的 這次主要是民生民同 那對國際關係有沒有變化呢? 你之前都看到台灣在國際關係上 外貌都發展得挺好的 國際關係是兩件事來的 國際關係是因為台灣是一個自由世界來的 國際的商業方面是公司的行為來的 不是政府的行為來的 台灣你說現在生意做得好不好 台積電那些是公司行為來的 完全跟政府行為無關的 很成功這件事 現在台灣好得不得了 經濟好得不得了 現在你知道投票這些東西 一人一票嘛 很明顯他們投票的人 就覺得那個區政府做得不好 所以就算了 有台北市、台中那些 就是他們覺得市那方面的所謂 可能管治能力很差 一向都是這樣的 說老實話 他們國民黨的管治能力 一向都是高過民進黨的 老實說 這個是跟教育的水平的關係 國民黨的人受的教育是好一些的 變成他們懂得那套管理 地方政府的管理是做得相當好的 民進黨他們那方面 那裡是弱了一些 希望他自己救了 那對總統大選呢 就快兩年了 我覺得不是問題 我覺得完全不是問題 那當然了 你自己要努力 選總統的人都要努力 除了你說要反共之外 你還要對人民有些什麼 做了什麼政府 這個總統不只是對我 對打仗 只是外交 還有內政 那到時他們 這個是好事來的 給他們一個警鐘 讓他們做得更好 但是不能說 因為民進黨是反共的 所以永遠要讓他們做下去 這些就不對了 造成這些東西就中壞了 但是你看到那些全世界 一黨專政的 那些個個都不行的 你看大陸就清楚了 日本都是一黨專政的 都是很不行的 日本都是一般的 一定要有競爭 有競爭是好事 美國、英國全部都有競爭 有競爭不是壞事 絕對是好事 有可能原來有一個問題就是 下一屆的選舉 顧問黨執政的機率會大 就是要去解釋的問題 如果執政 中共是統一台灣上面 就是開到羅登要辯理的條件 會不會這樣的想法 事後的方法 沒有錯的 都不可以錯的 說到最後是人民的意願 人民真的要和共產黨好 當然你有什麼辦法 你如果是民主 你就要有這個風險的了 你不可以說 我民主 但是一說到共產黨 我又沒有民主 這個不行的 你是民主 你從頭到尾都有民主 對內對外 所以最後呢 有沒有和共產黨好呢 是人民的意願 是台灣人民的意願 我就不太相信 我說台灣人民沒有這麼蠢 嗯 那最後的 老闆幫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香港負償 現在有沒有負償啊? 經濟的前景 你怎麼看? 沒有希望 香港的經濟沒有希望 香港的政治是沒有希望 直到共產黨離開了 或者要不在香港 要自己死了為止 如果共產黨一天在 還在香港的話 我們香港是沒有希望的 你看看現在的經濟自然就明白了 根本現在完全 香港原本可以完全跟外國 是吧? 但是呢 只是隔離這個問題都不是主題來的 你整個生意 共產黨根本就是跟外國鬥氣 現在搞到人家跟資本鬥氣 那資本就走了 你都不歡迎香港 不歡迎留在那裡 你記不記得前幾年 林鄭有多牙策 好像她完全不靠外國那樣 你看看現在不靠外國 你看看經濟怎麼樣 看看香港的商場 香港的舖位 那些寫字樓和那些高級的公寓 遭遇那些全靠外國人 有排碎 不會好的 不會想著有什麼好的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馬斯克支持法州的州長選總統? 哪個州長選總統? 佛羅里達 哦 他說他支持而已 但是我都到現在 我對佛羅里達很熟悉的 我以前佛羅里達州分東岸西岸 兩邊都是 我兩邊都很熟悉的 我就看這個Desantis這個州長 我覺得這個人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覺得他在佛羅里達州還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未必會去選的 佛羅里達州現在真的給他搞得不錯 非常之好 就有藍鑽紅 接著那個經濟又好得不得了 很多人移民進來佛羅里達州 經濟又好得不得了 我看到他更想搞得更好 他未必會去選總統 但是就算選總統的話 就算馬斯克支持他 到最後馬斯克都是只有一票而已 最後哪個重要呢? 就是人民的票 現在來說 人民 美國尤其是共和黨裡面的黨員 還有那些人的票 遠遠支持特朗普 遠遠超出多於Desantis 如果是哪些人 民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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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民華爺算數 所以這個 但是我們有時候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 想一想 又是想了其他樣的 為什麼我們對那個民主不是這麼熟悉 台灣有一定的民主 但是我們香港人哪裡有多少民主 那些全部都是被人安排出來的 所以講到最後 我們有時候忘記了 美國真是人民作主 最後是什麼? 有人提問 如果是台灣總統 或者習政黨被中共控制 會不會被中共招安? 我都覺得不是 上次韓國瑜 都是被中共招安的 但是蔡英文都算到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繼續的 這樣的氣氛繼續 但是那些本地的政府就講不清楚了 那些什麼台南、台北的那些市政府 就是台中、台北那些 那些就沒得說了 那些就一直都是國民黨 都是佔優勢的 嗯 好像今天沒什麼問題了 好啊 好啊 不要緊 今天晚上還要開會 香港議會有很多會要開的 不好意思 今天談到這裡 各位馬刊 好啊 辛苦你了袁巴 再見 謝謝 再見 再見 再見